阿美算是阿元多元 更高一級 阿美老師在我不敢講話 我平常看你頻道平常在 沒有 因為老師在 老師在 老師都在剖心底 對啊 我很好奇老師 是什麼樣的命盤 藍藍當職位的老師 你是不是有貪狼啊 沒有啊 他來上課的時候 他從大都這樣 你一直這樣 剛好說你在幹嘛 像老師你解過這麼多盤 你不會覺得會有什麼 複助力 因為我把 我們是蕭志文耶 嗨 歡迎收看今天的阿元台心事 今天是我 不期待的一集 超級無敵大的來賓 他剛剛一進來呢 整個地板都在震動 那個氣場很強你知道嗎 而且你是不是有點緊張 我很緊張 我剛才問他 因為其實 之前來賓來他都還沒有 這麼緊張 他說他小緊張 因為就是我整個人 就是整個被看透在看著 我也有一點 我覺得這個老師算是你的貴人 人生中貴人 而且很帥 對 好不好 歡迎我們的老師 阿元老師 阿梅老師 我是阿元老師是不是 你內心什麼都是我啊 歡迎阿梅老師 哈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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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哈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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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阿元老師是不是 阿梅老師 原來你現在自稱阿元老師 我不知道這件事 好吧 那沒有 沒有是不是 我想要你們兩個可以組一個團體 我們最近應該 對美圓 美圓對不對 美圓談心事 啊 以後你就消失了 對我就真心 就懂內只有美圓 可以懂內部 對 歡迎阿梅老師 不會 我榮幸 沒有沒有 我們的貴客 所以他真的很緊張嗎 剛剛有問他 因為他在say的時候 我就說 欸你看起來是有點緊張 我大概凌晨6點就開始在say 沒有啊 say那麼久是不是 他就說有點小緊張 因為他之前不是有給你稍微看話的人 對 然後有錄音檔後來給他推 然後他就覺得很生氣 全世界最了解我就是三個人 第一個是我媽 啊 第二個就是阿元 第三個是你 最了解 我這麼榮幸排入你的人生當中 前三名是不是 真的 所以你平常比較輕鬆一點 今天就比較拘謹 不會啊 不會啊 不拘謹啊 講幾個 對啊 不好發 你放輕鬆一點啦 放輕鬆沒事的 對啊 只是我覺得人要被火熄 都會有一點緊張 我常看你們的頻道 你都在火熄別人 對啊 然後他們都緊張嘛 好像都有一點 會 真的還是會 對 而且尤其是藝人 就因為他們在 螢光幕前的樣子 跟私底下 有時候是落差的 不一樣 欸那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人會在開錄前就說 欸我覺得 我剛剛你們的話不要問 或是欸你不要跟我講這些話 有的人會特別說 哪一塊不要講 所以我們就會習慣會先問 就先教 或是剪好先讓他看 他覺得哪邊 太多就會把他拿 噢就他就要不想要把這塊 附入在別的面 有些秘辛 但有時候我們 可能會為了點閱率 他會 沒有啦 沒有啦 阿美算是阿遠2點 更高一級 對 所以今天阿美老師 阿美老師在我不敢講話 我平常看你頻道 是不是長在 因為老師在 老師在 大師在 你要拿出我平常看你 八寶粉的那個 那個彈心式的那個 氣質啊 沒有而且今天是我要被點 但是在剖析前 我要先剖析老師 就其實我很好奇 老師對紫薇是什麼時候 開始接觸 紫薇有大概大學 大二 大一大二 那你真的是 大學公平 哈哈哈哈 有這麼年輕是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 我現在三十多 大概十三年吧 到現在 從接觸 第一次拿到我們的講義課本 然後到現在大概十三年 研究了十三年這樣 大概讀十年 欸是因為爸爸 對是因為爸爸 是因為大學的時候 其實我是一個 我其實不想什麼迷信 像比如說什麼 要去尿里拜拜啊 燒香啊 考試一定要拿考試證 就在那邊晃兩圈啊 或是一定要做一些什麼儀式 或是傳統其實我沒有那個東西 但是在大學的時候 我爸是學這個的 他其實就是自己在教這個東西 然後他就說 我想去十大 我是十大的 就是十大開課 你要不要幫我處理一下 比如說開個社團 社團很簡單嘛 就跑個流程 寫個東西 指導老師什麼東西教教 就結束了 其實就這樣而已 我就說 欸好湊完了 你可以來開課了 他說你要不要來上 我就說 我沒什麼興趣啊 人生不就這樣 所以你一開始沒興趣 我一開始沒興趣 然後他就說 你就來聽第一堂課 你自己決定 你不想聽 你覺得不行你就不要聽 就我聽到第一堂課的時候 就到現在來了 對對對 老師很年輕嘛 因為我小 他沒有沒興趣 真的啊 因為不可能 真的 我1988 1989 不可能吧 再往下 1990 喔你是901月 對 對 我是90 對 所以放輕鬆 放輕鬆 放輕鬆 原本想說你朋友大 沒有沒有 我去中國工作的時候 他們說 我看不出來你是90後 主要是你的講話 你的講話 對他們也很驚嘆我 他說我居然像90後 因為大師級的感覺 就是很有點年紀 可是事物是這麼 大家傳統都有這個觀念 我就是來打破這個觀念 對 打破 所以老師你學多久 以後開始教課 大概八年 七年八年 我才正式教學生 但是 不含那種社團類的 像我那時候 你自己當了學長嘛 你如果 你學學學學到大四 你就會教大一大二 這很正常 那那個叫做練習 我覺得就只是一個傳遞 但是如果真正要 譬如說實際要職業 或是來教學 就是七八年後 但那是因為我中間 經歷了研究所跟當兵 對然後大學畢業 所以其實那時間蠻長 就七八年一直接觸 一直幫人家解放 對對對這有感覺 我很好奇老師 是什麼樣的命盤 我什麼命盤 才能當紫薇的老師 你聽過這麼多集 來猜一下 他蠻開朗 又是不是有貪朗 沒有啊 亂講 亂講 很多人說 破君 沒有 跟你一樣的意思 對 紫薇破君再醜 完了他會全部猜完 就是沒有猜到什麼 沒有 拿自己來講 沒有因為你的命盤 的主星 好像還沒有來賓 有 真的嗎 沒有嗎 老師是空公 但是界對公是太陽天良 沒有吧 沒有太陽天良這個主 天良沒有 沒有天良的來賓 有嗎 Mex Mex 可是同良跟陽良差超多的 你這樣講那個Mex Mex是小屁孩 屁孩 同良本來就是屁孩 你身公也是長這樣 你敢講別人 她的身公也是屁孩 她的身公也是屁孩 她是她是 扮屁孩這樣 她超屁的 才這樣對嗎 對啦 可是我真的好像 好像遇到她 就差不多30出頭的時候 就開始有點屁 之前還好 你知道你什麼時候會最屁嗎 就是在你身邊 真的有讓你心情穩定下來的時候 你就最屁 你就身公會跑出來 對 可是我的屁孩是一半而已 所以你在她面前 你就特別屁 因為你很信愛她 屁刀不屁 什麼意思啊 她越屁就代表她越放鬆 那真的 要不然其實她對到其他人 她在家都是這樣做 她在家都是這樣做 你還叫她示範 你還叫她示範 我一直罵我好不好 我還以後還跟八加九出 但我在家再跟在外面差 她來上課的時候 從頭都是這樣 而且我都不跟人家講 她從頭都是這樣 對 就看做得很正這樣 然後我突然閉上眼睛 不知道在幹嘛 他開始思考 還在睡覺 然後我邊講我頭 我看有一個人的意思這樣 剛好說你在幹嘛 但我後來發現喔 這是她的模式 就她突然就覺得 好像進入到某一個境界的時候 她就開始 我會想 我什麼事情我會想 她每次都說 你不要看著我一直想 對她很常的時候 深情看著我 可是她不是在看著我 她只是在思考 好傷心喔 她看著你 她把我當個標靶 她就說 你不要一直這樣看著我 對啊 我是尊重人 所以老師是不是空公喔 對 空公包容性大 延展性大 欸你真的很適合學 阿維老師 很厲害 阿維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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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空公是真的 比較學習能力是強嗎 應該不一定 看他的雜亂程度高低 但你是完全空 我是完全空 就是什麼都沒有 我們面板上有輔助心向 連輔助腔都沒有 就是完全乾淨的一個格子這樣 一張白痴 出於你而不來 空公對另外一半的包容力很強 對任何人的包容力都算強 欸你看說 理智程度比較高啦 我啦我自清這樣 事都沒放在心上 欸有所想 有一點 你要說事情不會停留 決定如果你有主心 決定有紫薇的主心 然後有劇門的主心 你就會有事情停留 你劇門可能在意的是 別人思考的邏輯 講話的方式 做事的態度 那紫薇可能在意 或者是我自己可以創建出什麼 那如果別人影響我什麼 或拖爬我什麼 我其實受不了 我要走我自己的路 你們會有這個基本思維 但空公看就是沒有這種基本思維 我覺得要遇到你們兩個那種的人 我也會覺得 喔這就是他 那你們就做你自己 我也沒辦法我也不要管那就是這樣 然後我自己也不會覺得是個痛苦 我會覺得過了就過了 空公就是這種優勢 天生的 那到底能不能借對公看 可以借對公看 但是你空公的本質還是本質 所以你最終其實帶不走任何東西 你也會受外面影響 所以可能我的環境我最大的特性 會有太陽天亮你們看到的 外表比如說可能樂觀啊開朗啊 講話這種特質 但我本質是 我如果自己一個人完全沒事做的時候 放空就是我最喜歡的事情 OK 就如果現在要維持本性 我就變這樣 貪亂 然後你們問我什麼 我就說就這樣 很好這樣 可是這種感覺我就會變成這樣 老師是剛結婚嗎 對我剛結婚 對我剛結婚 去年十月 你想問什麼 我很好奇就是你 你的另外一半會怎麼樣 會一直問你問題 所有人都會問過這件事情 但我告訴我老婆很妙是 我們兩個是大學同學 所以我大學學這個時候 他就是我同班同學 一起上課 可是我們都是很好的朋友 但後來大四的時候 因故吵架 然後兩個人就有一些 原本是很好的朋友 到時候就沒有聯絡 到十年間都沒有聯絡 然後我們是前年才重新相遇 相遇了之後呢 然後就突然就覺得 欸彼此其實還不錯 然後後來就很快就結婚了 但我那時候 剛剛當朋友的時候 我跟妳講說 我希望我未來的對象 是我沒有看過命盤的人 就是雖然我可以去分辨 我不能把這個東西套在他身上 但是你很難 而且是生活瑣碎的事啊 比如說 一些想法思維啊互動 我就覺得 對他不公平 對我也不公平 我不能用這個東西去評斷他 所以 你要說我真的可以很客觀嗎 我自己都不覺得 你講別人可以很客觀啦 但如果我講到他 我如果用這個去分析他 我每天都要跟他見面 然後每天都要做這些事情 我會覺得不行 所以就算空工也沒辦法客觀 我自己覺得 會被影響 比如說兩個人吵架 或是意見不合 你就是這個形象 喔不爽 你就是這樣啊 你就破君啊 你就聚門啊 那你們兩個人要怎麼樣 這種特質就變成說 你好像相處沒辦法 我們要把我最放鬆 跟最真的狀況 在他面前呈現 我希望我的生命中 是有一個人 可以讓我真的在他面前 我不知道他命盤 然後我就做我自己 反正就這樣 我就一直用感覺去跟他互動 有這種感受這樣 但他自己會想 他會 他很妙 比如說我在家裡會諮詢 跟人家聊完天 然後上課 跟朋友聊完天 他很喜歡的是 把朋友找出來 然後大家一起吃飯 然後幫大家看完之後 他就覺得驚為天人 然後聽我諮詢 也覺得驚為天人 他說我沒聽完你諮詢之後 我就想要做一件事就是 叫你幫我看一下 到底我的狀況是怎麼樣 但是他說我不要 結果他自己又說我不要 他自己又說他不要 他自己又說他不要 他很怕 因為我跟他講過我覺得 我還是會有一個先入為主的觀念 而且他覺得我看的東西太深了 就太細了 諮詢的時候 我都是直接講到 到最後就是扁著說 他的內心 他在想什麼 他的思維 而且他的盲民什麼 很多人來問問題喔 不是為了解決答案 是為了解決自己內心的 障礙的這種感覺 所以他聽完這些 他就覺得他很想 很想要我把他分析透 但又覺得如果把他分析透了 那他跟我的互動就會變得很奇怪 所以他又不喜歡這樣 他很矛盾 他怕被你看透 對 有種神秘感會不覺得 他就說 要不然就是可能要找一個 跟我很類似很接近的人 然後去解決他的命態 那到目前他有這樣做嗎 蛤 沒有 我跟他說 可能沒有這個人 對啊 他就像我一樣講 他就叫掃啦 你有沒有機會 我讓他來找阿源老師 可是我一定會告訴你 如果我知道 我一定會告訴你他的名字 如果我讓我老婆來找你的話 我就會跟他說 就是你們講 你們對話內容跟我沒有關係 你自己放在心裡 你們自己放在心裡就好 可是我可能就是上課 我就會去跟你講說 欸我跟你講我看你要放你 我藏不住話 然後開始分享這樣 我藏不住話 蛤 你藏不住話好了 他去你們沒辦法 我覺得你老婆很厲害 就是忍住然後說不要你解析 對 他就會很忍住 我沒辦法 都會好奇 我這位就是想要很久 他非常好奇 喔 重點是他很喜歡看那個 唐啟洋老師的那個星座運勢 喔 你叫星座運勢 重點是喔 我是從他身上學習到 原來真的有人喜歡看星座運勢 而且會依賴他的 就算好跟不好 他都會有一個內心安慰的感覺 我後來發現原來運勢跟命理是有強的能量 所以你自己都不看流月流年 不會 自己不會看自己 對對 包含我教你們 或說欸這個怎麼看 雖然剛跟你們在 剛我們在錄之前講的這些東西 不會 我不會看 啊你爸會幫你看嗎 不會 也不會幫你看 他也是一個覺得說 沒有你就這樣了 你就做你自己 所以你學之前你爸也都沒幫你看 他也學有看過 他沒跟我講 喔真的喔 因為我也不會問他 我爸是比較隨意問 欸你們就自己發揮 反正你中間把健康補好 其他事情他不關 欸像老師你解過這麼多盤 你不會覺得會有什麼副作用 譬如說先 先透露一些天機的之類的 其實不會欸 我沒有什麼太的感覺 因為我把他抱持的就很像 就是我跟人的互動聊聊天 給他一點建議 聊完天他是開心的 他可以得到某一些方法的話 我就覺得 嗯還不錯 其實我沒有得到什麼副作用欸 反而越來越好 對反而狀況不錯 對因為你這樣也是算結善 就是幫助人家 對所以我很想上課 我就跟他們說我很喜歡上課 是因為我上課很開心 跟他們聊天啊 或是比如說有人來解命盤啊 對啊像倩就來過嘛對不對 然後就跟我們聊聊天啊 解決他的疑惑 我覺得這樣的感覺可以讓人覺得 好像我抓到一個服務 那我覺得我可以當那個服務 我把每一段都當成過程啊 我不覺得我很偉大 但我只覺得如果這一段 我可以幫助你一些 讓你可以在之後 有方向的話 那我覺得就很棒 我喜歡這種感覺 先抓住這個服務 我們可以好好聊 沒關係 阿美老師來我覺得我們可以一起解析一下阿元的命好 好啊 我今天很難得 對因為平常都是我在分析別人 好換阿元今天坐中間了 你今天當來比 來來來來來 你跟我換位子去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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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斧叫做樂觀開朗 晴陽叫做情緒來得快去得快 所以合在一起就是 蕭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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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吵一下吵我會直接跪下來 對 差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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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其實他一直有在調整在對的軌道上 比較對的軌道上 上啊 我們講話 不想念